请不吝点赞 报 启禀陛下 前线围攻许云 少官和荣城三城的大军 被天楚大军围困了 什么 我早就说过 这战报还未传回 一切都未下定数 陛下 你输了 不可能 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太过于顺利 我了解端木情仓 端木情仓生性多疑 为人谨慎 他如此轻易地放了我 又如此轻易让我和夜郎街头 拿到了情报 不对劲 可要是情报是假的的话 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反其道而行之 这什么意思啊 端木情仓是故意让我们 传假情报 让我们把三城的兵力 全部集中到天鹿城 这样三城的防守就是空虚的 端木情仓就可以趁虚而入 一举拿下三城 到时候这三城都成了南荒的地盘 孤立无援的天鹿城 迟早粮草断绝 端木情仓便可不费一兵一组 便拿下天鹿城 还好老大和大嫂发现得及时 要不然我们就成天楚的千古罪人了 不过 现在端木情仓胃口这么大 竟然和谈的可能性更小了 善战者 求之于事 不择于人 想让他退兵只有一个办法 行事 好一个认情行事 真不愧是我的儿子 岳父大人已经答应 绝不会伤害南荒士兵的性命 会将他们全部放回家 以示天楚求和的诚意 陛下 这些信都是先皇后留下的 您看完便都明白了 这些信 我已经一字一句地都读过了 现在 我也已为人妻了 并即将成为一位母亲 所以我深深理解先皇后的想法 三月初三 上司日至 莫上心有如烟 夫君离家 征战三月有余 不想踏春 怕见人成双 唯我独行 国雨春暮 芳妃落尽 问君归妻未有期 徒增伤感 财情幼余 梅自皇室 腹中孩儿 日渐长大 至今慰闻父亲之声 实则永悔 雨雪飞飞 寒彻几骨 愿夫君实现宏图大业 而我的孩儿 若为男子 娘亲只愿你逍遥自在 远离征战 若为女子 希望不要再嫁帝王之家 为了我的孩儿 和天下的孩儿 求尚苍保佑 赐海太平 停滞征战 家家团聚 不再受别离之苦 请求陛下退兵 请求陛下退兵 让南荒和天楚的丈夫 再也不与妻子分离 让南荒和天楚的母亲 再也不必为孩儿担忧 传领下去 退兵 好 据我所知 你这次的生辰宴表面上是太后一手操办的 其实是你父亲搞的 那我们要是不穿他送来的衣服 会不会不太好啊 我接受他是我父亲的这个事实 但并不代表 我接受南荒皇子的这个身份 但是其实 他能不杀邹副将 已经算是好很多了 你还没想到 荣儿 我只想跟你相度余生 不被任何人所打扰 放心吧 荣儿 我自有分寸 丞儿 父皇送给你的四团龙袍 不合身吗 不太习惯 不太习惯 好好好 皇上不是说好了只谈家事 不谈国事吗 一切遵从母后的安排 多谢陛下深明大义 同意退兵和谈 为两国百姓考虑 荣儿在此以茶代酒 多谢陛下 是 朕也是看在皇孙的份上 况且让外陛先安内 等稳定朝局之后再上大计 也不是为妥善之局 陛下是还想再赌一次 好啊 又来了 又来了 这个诚儿竭傲的劲儿啊 像极了你父亲和祖父斗嘴的样子 好啊 白儿见过父皇 见过祖母 白儿你可算回来了 就等你了 快坐下 大军班师回朝 你作为三军统帅还未整顿军心 岂有先恢复的道理呀 是儿臣疏忽了 儿臣这便回应 走什么 长什么军心 我看你是想整老母亲寒心 白儿 今天是你生辰 这长寿面要不吃 就凉了 既然如此 就坐下吧 谢父皇 快坐下 快坐下 等一会儿 我有个主意 你看看啊 你们兄弟俩虽然是同一天出生的 可是呢 不知道谁大谁小 不如咱们趁着今日生辰定个长用 谁要是这碗面吃得多 谁就是兄长 如何 好 怎么看都是我更成熟些吧 那我这个兄长便当仁不让了 等等 古有孔荣让离 你这个做弟弟的 也应该知道宫绪良俗 先后之礼 先后之礼 臭弟弟 臭弟弟 干杯 来吧 臭弟弟 你才是弟弟的 这花蓉有身孕 你怎么去啊 这祖母拉着蓉儿彻夜长谈 我这个做夫君的 就被轰出来了呗 也是啊 哎呀 世事无常啊 真没想到 咱俩也有把酒言欢的一天 我相信 以后这样的机会还多着呢 是啊 对了 段母兄 你就不想问问我 关于义父的事情吗 没兴趣 其实他一直都很惦记你 之前我不知道 为什么每年的今日 他都会来南荒 现在我明白了 他就是来看你的 我不想再听到 关于这个人的任何消息 我端木白的父亲 只有一个 你们兄弟俩喝酒 也不叫父皇啊 父皇 承儿 这次和谈之后 有何打算 我打算和蓉儿回岛 过逍遥快活 与世无争的生活 那我的皇孙呢 我会把他带回来 看望您和祖母 好 承儿 我知道你的性子随我 决定了的事情 就从来不会改变 但你记住 这里 你 永远都是你的家 谢父皇 何谈闻书 何谈闻书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 回天楚的事吧 好 荣儿 承儿 你们终于回来了 这次南荒退兵 全靠你们了 爹 这次可不止退兵呢 三日后卫师十里坡 父亲他会亲自前来 和岳父大人会面 正式签署休战协议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啊 从今以后啊 爹这把老骨头 可以好好地歇息歇息了 对 蓉儿 蓉儿 你这个肚子里 我当然是怀了我们 英明神武气语不凡的 花家将军的外孙 或者外孙女了 好好好 赶紧让他看看 他外公一夜熬战的成果 这一屋子玩具 都是你爹亲手所做 你看 这小动物 小竹篮 小陀螺 还有只木马 这木马是你小时候 最爱玩的 赶紧把他生下来 让他玩个痛快 不不不不 爹 大住 我这才怀了不到两个月 您这未雨绸锚 那也太早了吧 对了 起名字了没有 有名道道 还请岳父大人辞名 现在还不知道生男生女 咱们得起一个 男女接用的名字 我再想想 想想啊 多写几个 多写几个 这难女接用好了 好 ほど disponARRY 男女接用呢 哎 哎 婉儿怀孕的喜讯 定会非常开心 锦尚潮 我是不是有点任性啊 蓉儿何出此言 你看啊 我现在已经有孕在身 结果还背着爹 拉着你一起出来放新歌 还顶着夜风看星星 蓉儿想看的不是星星 而是娘亲才对吧 只我者 莫若傅君也 方才我观察岳父大人 也很期待道道的出生 如今她也有了退隐之心 不如等这次和谈之后 我们带她回花容岛 让她儿孙满堂 坐享天伦之乐 好呀 其实我早就想我们全家人 一起在花容岛生活了 你看 就跟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样 永远在一起 永远都不分离 那蓉儿说说 这七颗星分别都代表谁啊 当然是 你爹 我爹 祖母 你和我 还有道道 这么算下来 才六个 莫非蓉儿就是传说中的 遗孕傻三年 我 我不理你了 哎哎哎哎哎哎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哦哦哦 这娘子所言极是 这肚子里怀的 一定是个双胞胎 算两个 这还差不多 其实吧 在我心目中 多出的这一颗星宿 一直都是蓉儿的娘亲 她其实一直都守护在 蓉儿的身边 让我们逢兄华吉 来 成儿坐 蓉儿 这说起来 我跟端木秦苍 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 之前我们在战场上也算是敌人 今天我们要坐到一起 签休战协议 而且还成了儿女庆家 人生无常啊 蓉儿 你放心 爹不会在气势上落下的 那是大人 三弟 我跟你说 等着休战输一签 我这海盗王身边的第一某事 也算是战功赫赫 等到时候公主一回来 肯定会败倒在我的海盗袍下的 二哥 公主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照你这么吃下去的话 你牙肯定会钻倒 你懂什么呀 我这叫疼在嘴里 填在心里 报 将军 这是南皇圣上送来的见面礼 终究还是落下一筹啊 还是我的庆家宫 想得抽到 打开 这不是邹将军吗 报 启禀将军 今日端蒙秦桑率大金突击了巡扬 少官 隆城 三生计已沦陷 北马 是 岳父大人 我跟你一同先去 承儿 现在谈判破裂 又连尸三成 军中的将士 必定会迁怒于你 你带戎尔先回天路城 等待我的消息 爹已经走了两天了 前线传来消息 说南皇在占领三成之后 第一时间封锁了天路城 和与京都往来的重要通道 还好爹守得及时 在南皇形成包围圈之前 守住了一个碍口 不过 以南皇的兵力来看的话 可能等不到京都远军来 爹就守不住了 可我还是不明白 这都明明答应和谈了 为什么老大的爹出尔反尔 这不是让老大 陷于不仁不义吗 老大 大嫂 我那个说句不好听的 说不定 你爹正在利用你们的父子关系 换取信任 故作和谈 其实心里一直都没有打消 吞噬天楚的野心 可惜了邹将军 一辈子为天楚鞠躬尽瘤 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这一劫 不过秦尚成 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 所以我怀疑有什么变故 是我们不知道的 无论如何 此时因我而起 我必须要给天楚一个交代 明日我便启程 亲自去找他当面对质 如果他真像大友说的那样 就算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也绝对不会孤膝养间 前大友给我去挑几匹好马 我们明日便起程 小毛驴 灵儿 你怎么来了 被你这么一撞 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一会儿再说 容姐姐 秦大哥 父皇得知前线的事情后震怒 连夜颁布圣旨 要处死秦大哥 我估计圣旨很快就要到天路城了 秦大哥 你拿着我的令牌赶紧逃出城吧 我秦尚成问心无愧 我为何要逃 不过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看来我们的出发得提走了 嗯 事不宜迟 我们收拾完行李立刻出发 圣旨到 秦尚成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海盗王秦尚成 隐瞒南荒皇子身份 与敌国暗通团取 令天杵连尸三城 动摇军心 扰乱民心 为凭天杵民怨 即刻将秦尚成 关押地牢 择日处死 钦此 又有六公主在 谁都不许动秦大哥 六公主 你可别为难老奴了 皇神因此事 发了多大的脾气 六公主 你还不知道吗 荣姐姐不可以见 还是小花将军时大体 夫君 昔日都是你护着我 今日荣儿也护你一次 你 荣儿不可 见过六公主 见过余公公 花将军 荣儿 我们花家承蒙黄温 世代忠良 如今 秦尚成勾结敌国 证据确凿 为父 确实是无能为的呀 爹 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们 明明这中间有很多曲折 这可是死罪 秦尚成 你可知罪 我听从岳父大人的安排 秦尚成 荣儿 岳父大人这么做 自有他的安排 别担心 我会没事的 杰玉 既然妹妹心意已决 姐姐定会舍命相陪 接于我也要去 这是成为女侠的必修课 我要紧追容姐姐的脚步 大嫂放心 我和二哥一定会 老大不在 作为海盗团最有种的男人 我钱大侠 亦不容辞 钱大侠 我看你是钱大侠吧 好了 今夜此时 准时行动 走 大嫂 这不太对劲啊 是不是有人先一步救了她 来人师弟师友难以分辨 大家见机行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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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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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爹 爹 你说话 我是戎儿 你醒一醒 爹 你怎么了 你快起来 爹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你告诉我 爹 爹 爹 你怎么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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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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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先跑 别管我 你说什么屁话 我秦上城岂会 丢下自己的兄弟 自己毒火 再说了 和你这个臭弟弟 酒还没喝够呢 没想到你这么担背 今日即便走不出 这片竹林 我秦上城要拉着 你们一起陪葬 行 啊 啊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